最近我比较多去行一些家品店 近來很多家品聽說運輸費很貴 以及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用品看好就要下單購買 在網上也是 在VTEL店都是 如果像以前一樣 我先量度一下 再回頭 很多時候就被人買了 以前我比較少去行店 在退休之前 我多數都會去買手袋、衣服、鞋襪 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相信都沒有很多大派對可以去 還有就 煙脂、水粉都買少了 我相信各位 戴著口罩 就算用唇膏都不方便 口罩都驗了色 所以現在 我想很多人會注重家居的用品 或者是去學煮菜 我最近就買了一批 這些很有節日氣氛 For Christmas用的這些餐碟 我也覺得是挺喜歡的 這個牌子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 在加拿大 它是一個德國的牌子 一個老牌子 百幾二百年歷史 我今年就買了幾個這些餐碟 我覺得都挺喜氣的 其實家庭佈置 我都很喜歡的 每一年我都會添置一些用品 餐具去佈置我的餐桌 平時我就會很簡單 因為人少少 多數我都會帶很多的 買著很多的用品 或者在美國買很多的用品 放在美國的家裡 今年就沒有辦法 可能火雞都不想做 今年因為人不多 現在沒有辦法 所以我都會去買 去添置一些 令到自己有新鮮感 看來今年的餐具的價錢 都不便宜 我最近看到一間比較 Modern的 Urban的 即是比較有些 加州風的 現代風的 一間家品店 看對的那些碟 一個小碟 兒子很小 我都會把下一次的視頻 放出來給大家看 就要85元 加幣 是未算稅 你算上稅 已經九十幾元 沒辦法 現在可能物資都很短缺 所以現在最好 你看對 就要趕快下單買 如果不是 都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了這個店 今天我用墨綠色的餐巾 配這個比較喜氣的 金色的餐巾套 其實餐巾我很多 有紅色有白色 什麼顏色都有 看看配襯我那套餐具是什麼顏色 我今年用這隻墨綠色 我覺得這樣配襯你上來都OK 而我那個餐碟下面的墊 就有點像 人家 一些亞洲風 或者南美風 它就像藤一樣 都不便宜 每一個都要四十幾元一個 但是 好像你不選 你方形都沒有了 可能就剩下少少圓形 我今年也買了這一套的刀叉 現在很流行這款 平時我會用我原先 嫁妝那些銀的餐具 但是每次都要出來 要省 一整天才能省得到立立令 所以我今年 看到這一套都很別致 我就買一套這個餐具 而且它很精緻 它做得很精緻 這一間的家品店 就是在Yale Town 地鐵站 上兩個路口 在Catters 那個cafe 旁邊 這間家品店 我覺得值得大家 如果你是住在Vancouver的 都去看一看 可能你會找到一些 佈置你節日 家裏那些用品 但是它都價錢不便宜 自己看看有沒有需要 其實做主婦 我現在買了這個水杯 你可以放涼水 也可以放花 如果你買一盒花 你放進去也可以 這幾個就是一些 生果圖案的碟 你可以用來做分送用 或者是 用來做飯後甜品 放一些Dessert 都很有食慾 這套基本上 這套我已經存在 基本上 一套裡面 有六十幾件 八位用的 什麼都有齊 杯、碟、湯、盤、 所有的甜品、甜品、甜品、碟 都有齊 這個牌子 是德國一個 有成兩百多年的牌子 你看它的花紋 是做得很漂亮 很細緻的 很多時候它也是不減價的 很多時候就說 它會不會減價 但是它就 站得很硬 我很喜歡它的色彩 配什麼的菜 放進去 那個顏色也挺好看的 這個就是它的牌子的限量版 我又很喜歡 這個可以用來做拼盤 放一些Cold Cut、芝士 都可以的 它的花紋真的做得很漂亮 很許許如生 全部都是手工做 你眨眼看就以為它是塑膠的 其實真的 你看看 是手工做出來 很值得收藏 人其實可以很反到頑童 小蚊仔玩過一些煮飯仔 大哥的時候 也都喜歡買一些餐具 來滿足自己的 這個Dyson 我一直都有用開它的產品 無論它的吸塵機 它的風筒 它的直發器 我都很喜歡用的 我覺得都挺好用 這個我訂回來 我打算去旅行用的 因為它有個好像旅行裝 有個袋子裝著在這裡 如果你平時不去旅行 你會放在一個客房裡 有朋友、有親戚來探望你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用 我覺得都挺好的 所以 我又買多一部回來 在網上又訂多一部回來 我挺喜歡它是金色的 挺喜氣的 這個好像古銅玫瑰金的顏色 它又有個袋子給你 如果你要去旅行 如果你要去旅行 你放進行李箱裡 就很方便 你可能換一個插頭 那個電壓插頭 你就可以用了 我又覺得是挺好的 家庭的東西 就是靠我們主婦去買的 其他家人就不會管你 什麼的 總之你去買回來 它就照用的 我覺得挺好的 你不去旅行 你買多一部 放在一個有朋友來探望你的時候 在一個客房裡 別人都可以用到 而且它挺靜 而且挺輕身 而且它吹頭髮也會很快脫乾 你不像於轉身 還要這麼好 剛才睡覺 沒退休之前 我就很喜歡買手袋 我最喜歡買手袋和鞋 但是 退休後 我就覺得 不是說不去買 而是買樂 其實很多都是很少用 那你值不值得呢? 是不是? 一万多美金一个袋 我又觉得好像 现在可能人年纪大了 又觉得好像 不是那么值得 你买几个袋 已经是十万美金了 那你十万美金 你不如拿它来 买一只戒指 买一粒钻石 因为袋始终 一到年月舊了之后 它也是普通袋一个 就算你多漂亮的皮 它也是普通袋一个 所以 反而现在我喜欢买一些 家用的电器 用品 我觉得很轻便 这个我也是用开的 我现在再买多一部 因为 有时 小孩子回来探我的时候 他们 因为他们带着狗狗回来 有很多狗毛 在房间 我直接放一部 他们就自己搞定了 去吸收尘 不用妈妈做得那么辛苦 所以主妇 有时 有时 就会 很多人觉得 哎呀 你们浪费钱 你们浪费钱 其实 就 看一看 怎样看 我们都有一份工作 我们未退休之前 我们都是去 做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女人 当然 最重要是 丈夫也支持 不然 我们真的要一份自己的职业 以前我经营的餐馆也很辛苦 也不是容易的 所以 温哥华有一句说话 就说 你跟谁有仇 你就叫他开餐馆 这句说话 就个个都知道了 真的 餐馆就是一个很琐碎 也很辛苦 工作时间也很长的一份工作 很多人就说 哎呀 你做老闆 其实老闆就是大杂工 什么你都要做的了 所以 年轻的时候 就要去拼搏 打拼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 好了 那我今天 又哆哆嗦嗦 又在这聊 和大家聊聊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